会让我们不想度他 会让对方怕我们而就舍弃对方 所以经典说 小秤阿罗汉的重点是断贪心 因为贪心有会让他轮回 他不敢贪心 但是大秤菩萨道不是为度自己 因为本来就是空没什么好度的 大秤是对方在轮回 我为了度对方 我不能舍弃对方 如果我生气 对方就会不跟我学佛 讨厌我 所以你不能生气 再来生气有种种世间的不好的果报 第一个长得不好看 第二个口才不好 第三个没有福报 第四个就是没有朋友 没有缘分 第五个死后容易下地狱 秤惠的果报下地狱 贪心的果报做恶鬼道 鱼吃的果报做畜生道 因为生气很容易做很多冲动的事情 所以当然站在解脱 秤惠心是最大的障碍 站在菩萨道 然后站在解脱道是不能贪心 但是贪心跟秤气都是来鱼吃来的 鱼吃就执着有一个我被欺负 或是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 所以他就会压对方 然后就会用生气 那生气不是来就用批评 批评不是来就背后讲他坏话 然后就会有种种的烦恼 所以在这一点 所以想要度众生 然后就像我们出家 我们就希望很多人一起来学佛 所以像我就必须一直改变自己 像我脾气很不好 我不喜欢笑 我不喜欢跟人家讲话 我喜欢下课就唯一个人不要来找我 这是我的个性 但是 所以后来我师父说 如果你要度对方 所以你的名字叫海偷 你叫天天那边海浪偷偷 上不了岸 然后你要去接触很多人 不过我也磨磨 我磨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然后现在有脾气 但是放在心里 我不会讲出来 然后习惯了就好了 但是我发觉 一生气 所有的坏事都来找你 所以我不敢 特别因为我在度这些亡魂 我很喜欢人不好处理 但是这些无形的很好处理 因为人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也不知道 所以我有一点 你要修不生气 要开始勉强自己 不然没办法 因为凡事 是念习来的 不是说我不生气 然后就不能不生气 念习很久了 所以一个人会 会比较温和文雅 真的是磨出来的 没有天生的 所以有时候我看狗 比狗 我们人不如狗 狗从来都对他主人生气了 所以你要自己去磨练自己 因为生气以后会让自己精神不安定 会损福报 会身体不好 所以要想清楚这些 好 念一下 那么不动如来 爱生气要多念 对念不动佛 念不动佛心咒 或是多想噶马吧 噶马吧牵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我跟大宝宝王私底下还蛮熟的 只是 我觉得修行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勉强自己 假装 假久了就好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宝宝王看到我 因为他看到我不用应付了 因为我们是修行 没什么好应付的 他看到别人 又精神又很好 对啊 所以你有结婚 如果有结婚的人 老公碰到 老婆呢 干嘛 那叫自己人 自己人就不用假了 所以你要想 对对对 自己人就随便吧 因为他们很累 你必须在外面应付这么多人 但是 当然这个要修 修到忍 所以佛教的智慧叫忍 叫法忍 法就是那些会让你痛苦的事情 你都能够忍 不起心动 你叫无声法忍 不怕得癌症 不怕生气 不怕被伤害 因为你不这样 没有这个条件 你就没办法度重生 好 下一个问题 没关系 晚上还有时间 你好 你好 你好法师 我叫黄勇齐 我想问个问题 就是 那个 有没有注意 可不可以 让我读书聪明 不对 好 好 首先为小朋友鼓掌 谢谢他们 你有一个好妈妈 带你学佛 有没有一个咒语 可以让自己读书更好 在 印度啊 西藏啊 尼泊尔啊 他们每天学校早上 一定要念 吴阿拉巴扎那地 就是文殊菩萨 一岁醒 第一句话就 吴阿拉巴扎那地 因为就是 希望文殊菩萨 加持 自己开智慧 那 这一点可以 一直念 吴阿拉巴扎那地 那第二个 一个人为什么读书会好 是 你不能为自己读书好 再努力 而是说 因为我如果读书很好 我将来就可以 帮助很多人 所以你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把藏文学好 为什么 因为我可以帮助很多人 所以 有两个方法逼自己会 一个就是说 求 文殊菩萨加持 那中国人会拜什么 来 念一下 文昌帝君 事实上文昌帝君 也是文殊菩萨的视线 一样 因为它代表智慧 智慧 那第二个是 我读书 不是为了我考第一名 成绩好 给别人看 而是说 我这样才可以帮助很多人 就像你看过大宝法王 他很累了 还要读韩文 还要读英文 还要读中文 对不对 他被逼的 每一个课程 都逼得很紧 为什么 因为他要成为菩萨 他要 会多国语文 他要做很多事 所以他要逼自己 逼自己 很努力 去学 以前小时候 有很多 被吊起来打 为什么 因为这个活佛 他不想读书了 因为不行 因为你做一个 人婆妾 或做一个菩萨 你是别人的 世界的 众生的 所以你必须要 学很多 所以我们很羡慕 如果我下辈子 投在一个学佛的妈妈 多好 他从小就叫我学佛 读很多经典 对不对 所以 祝你成功 念一下 恩阿拉伯扎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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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还会 滴滴滴滴滴滴滴… 21遍就说 那你的舌头就会很厉害 你舌头念佛讲经的时候 读书的时候 他的口才会很好 就是你念阿拉伯娘 一睡醒就要念 因为我们人睡醒的时候 舌头是硬的 价格说 啊 干嘛 代表你在睡觉 不行的 所以我师父每次半夜叫起来 看你舌头有没有很厉害 你不能说还在迷惑 师父现在才两点 不行 你一接电话 就人家觉得你精神很好 你现在在状态 在那个状态 但是念奥阿拉巴扎那地 就是让你的舌头 会保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甚至像文殊菩萨 有64种声音 它很厉害 奥阿拉巴扎那地 所以那就是 一方面求佛菩萨帮忙 二方面自己也很努力 所以你说 佛啊我天天念奥阿拉巴扎那地 然后你又不天天不读书 那也没用 所以佛要帮助你 那你自己也要花很多时间 看书 写字 少看电动玩具 对不对 这样 但是很难我告诉你 电动玩具那些设计的人 他就是要骗你 他就是要这样 他才会赚钱 所以他们那个吸引力很厉害的 我们那些小和尚 我们以前有40个小和尚 自从有手机以后 通通都回家了 因为自从有手机以后 谁会去拜佛呢 那么就没办法 所以要控制自己 好 最后一个问题 饭菜来了吗 好吧 开了吗 没有 开了 海涛法师您好 父母是我们生活中还有修行中特别严厉的对境 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父母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英国来了十四五年了 然后父母呢可能每半年就会过了住半年 然后他对生活中就是可能还是以那种 我是你爸妈你就必须得听我的那种 生活上我觉得可以忍受 可是在生活就是修行上 比如说他们两个不信佛 然后我们如果出来参加法会啊 就说今天还有之前大宝法王来的法会 我就必须得撒谎 说参加哪的party 或者是公司开会加班这样的才能来 然后就特别痛苦 然后在家的时候呢 比如说早上要烧香拜佛 然后或者出去试食啊什么的 他们就特别看不惯 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么给我丢脸呢 我们家几几倍倍都没有你这样的人 你还吃素你 你不要再回国了 就是这种就觉得特别痛苦 哎呀然后 其实我有时候偷偷摸摸 就是给他们放一些 就是有一些大德的视频 然后想让他们建立一些因果的观念 每次一到跟他们提的时候呢 他们就说你不要跟我说啊 这都不存在的啊 那个就是因为他们是五几年出生的 在中国就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他们被洗脑洗得比较严重 所以就不承认因果 没说不承认因果吧 他们承认做好人 但是他们就是非常不相信 就是有佛菩萨 所以就特别生活特别纠结 他们过来就是 因为确实是关我们生活管的特别严重 比如说我们带小孩上弟子规的时候 教小孩一些什么 或者是我爸脾气特别不好 我就说你别这样 特别损福报 他就说我就不喜欢听你说福报 哪来的什么福报 就这样 就是我觉得特别 我值特别严重 所以就想问一下那个海涛反尸 就这种状况 我们做儿女的 又不想顶撞他们 还想孝顺 然后要怎么办 就觉得特别痛苦 好 谢谢你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重点 无论父母怎么样表达 你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不能因为这样而起烦恼 纠结 这是一个基本 因为修行 它就是给你境界帮助你 特别佛陀说 要发菩提心最难 就是说父母最难度 但是你想尽办法要帮助父母 这是发菩提心最高的祝愿 所以就像我自己来讲 像我出家 我是骗我爸爸 我爸爸说出什么家 对不对 那我说那我去日本读博士 那可以 因为他叫我一定要去读博士 所以我说我去读博士的 是用骗的方法 但是他不能够理解 但是我都能够很平静 因为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因为他们的教育 他听到出家 这还得了 对不对 我家里 我爸爸去把族谱都找出来 我们家25代 没有人出家 对不对 然后一直跟我讲这些 但我都不能生气 我不能起烦恼 我认为这个是正常正常正常 然后我不要退转就好了 然后呢 当然 我讲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是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你要相信 什么都可以改变的 所以你只是我们这个改变的助缘 做得好不好 所以首先 为了要让你改变的助缘 做得好 你首先不能起烦恼 然后呢 第二个 你在不起烦恼的时候 听你爸爸点灯啊 点灯 供养文殊菩萨啊 用他们的名字呢 去印经典啊 他不信英国 你就帮他印英国的经典 就是做自己 他不信什么 你就帮他做什么 然后一直回向给他们 因为我们对父母 为什么叫 中国叫孝顺 报恩 就是说 他永远是如此的 但是你 你以这个为助缘 因为众生就是父母 众生就是永远不理解你 但是你还要保持 微笑 你千万不要显现 因为这个事情是你修行 断烦恼最好的助缘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能对父母 有这个想法 然后你在这个心态 就会产生效率 然后 求佛菩萨加持 所以我们 念观音菩萨 或是你念 干嘛八千诺 他一定有力量 所以像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 厉害到 严重的躁愈症 你看那个已经没办法了 医生 不听他的话 医生都被打 他进去医院 跟医生 开什么要 开什么要 医生说 那你还干嘛 干嘛 对不对 他就一定要医生听他的 然后他又要去找医生 然后他又有力量 医生又不能惹他 所以到那个情况了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 我永远都不放弃 因为我认为 因为我爸爸这样 或许我跟我爸爸是共业 因为脾气不好 有力量 暴力 我妈妈看到我爸爸都会怕 但是这个就是我 所以我必须要完全的接受他 所以这个是对我爸 所以我爸爸在我 前十二年吧 他就改变了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改变一个人 甚至还不住家里 住我们道场 你看 吃素 不生气 不骂人 不失 就是这样 所以可以改变 像我的师公 真华长老 他的爸爸来寺庙 把他抓回家 跟我还俗 不然我打死你 就是这样 跟我还俗 我打死你 他爸爸因为没饭吃了 叫他儿子 你还俗还俗 赚钱给我用 那真华长老 那也没办法 他都顺 他都顺 后来他爸爸就生病 生病以后 在寺庙 他就是跪在观音菩萨面前 燃 燃那个 我们三颗三颗 他燃了四个三颗 十二颗 第一个发愿 我爸爸病好起来 第二个发愿 我爸爸不要拉我还俗 第三个 我爸爸就是跟我吃素 第四个 我爸爸跟我出家 他真的发愿 然后他爸爸病了五六天以后 醒过来就变一个人 对啊 所以这个叫佛法不可思议 他爸爸一醒过来 我饿死了 我饿死了 他想完蛋了 饿死了要吃什么 对不对 他爸爸说 你们里面有树包子就可以了 你看他改变了 那他问他爸爸为什么 他说 我病得快死了 做梦了 醒过来 饿了钥匙 饿了钥匙 那边有出家人在吃饭 我跑过去 我要吃 这你们不能吃 出家人才可以吃 你们不能吃 你出家就可以吃 那出家就出家 这样啊 所以他就这样发愿 他说我出家就出家 坐下来吃 所以儿子没问题了 后来他爸爸就这样出家 所以 所以不可思议 所以正华正华经常拿给我看 像我们都有点在手上 你们可能没点 下回要点我就帮你们点 这个就是我们按照法华经 就是说 我们人生共佛回向父母 这样 所以在台湾有这个 传下来的习惯 就是为父母在 在发愿 点灯都可以 所以我只是觉得 什么方法都可以 不见得说按照这种方法 只是说 还是刚刚的重点 第一个你绝对要有耐心 不能抱怨 不能纠结 因为这个要先守住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佛法一定会加持 那你要对佛法有信心 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 回向给他们 他总有一天会改变 像我出家这几年 我发现那个改变 大得不得了 甚至还有人会托梦 去跟他讲 这样 然后有些人 你跟他讲没用 梦中讲有用 像我爸爸吃素 是 我劝他吃素 他不可能 来跟我讲那些 不可能的事情 就对 后来有一天他回来说 他找我打电话 叫我 你在哪里啊 我说台北 回来回来 我有事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 我要吃素 我说你 我去外面运动 我那同学说 你的儿子出名了 听说是海涛马师 是你儿子 你在外面吃肉 太丢你儿子的脸了 所以呢 我回来 我跟你讲 我决定吃素 这样啊 然后把我妈找过来 既然我要吃素 你也要吃素 你吃素 祝你也煮给我吃啊 因为我爸爸这个人 很爱我们 但是很爱面子 对不对 然后我这么出名 怎么可以丢他的脸 就是他的唯一脸 所以这个叫因缘 他那个同学 就是菩萨视线 在那种因缘 我给他讲 怎么讲 他都翻脸 所以 尽力 但是等待因缘成熟 不管什么事情 不是说光度父母 就是说 但是你首先不能起烦恼 然后呢 我按照这样 就像我们生病 你也不要抱怨 这是我的业障 我有 我止我才会怕痛 所以我就很忏悔 然后因缘成熟 好了 永远没有再痛 那我就一直很烦恼 我为什么会这样 那不行 所以平常还是要广结善缘 然后祝缘就会加持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涛法师红法行程 9月23日至9月25日 澳门红法行程 9月24日星期日 雷声普化天尊圣诞 上午十点 澳门联峰庙前地 林泽徐纪念馆一楼 此杯诗诗 因共超度法会 9月25日星期日 9月25日星期一 上午十点 澳门慈悲金社 落成开光典礼 下午两点拜 路环码头放生 9月27日至10月17日 印度红法行程 10月2日星期一 印度 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3日星期二 炼弦节千佛 持战处罪一千节 印度 晚上心灵讲座 上师与弟子的佛学交流 10月6日星期五 瑟拉节四 上午9点 拜 印度 白杜姆 长寿法会 上午10点半 海涛法师开示 下午 烟共 即放生 法会 10月7日星期六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持战处罪九十节 印度 龙德寺 全天法会 10月10日星期二 上午 印度 十轮金刚大塔 落成典礼 下午 参访大爱道 比丘尼四月 即燕贡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生命点是金门慈悲精神 举办2017慈爱金门 两岸祈福消灾超见之旅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日期 11月3号星期五 下午两点拜 心灵讲座 记护生 地点 金门文化局 地址 金门县 金城镇 环岛北路 一段66号 11月4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 举办八关灾戒 11月5号星期日 下午一点半 点灯 沟水 即大蒙山慈悲 诗诗法会 地点 金湖 纵合体育馆 地址 金门县金湖镇市 孝路5号 联络电话 082326651 082326651 法会被免费消灾 超见牌位 供大众填写 为报答 累世父母恩 祭祀 以世仙人 与回向 冤亲载主 生命电视台 特别在云林 海峰国小 分校附近 举办点灯 供水 药供 护生 即大蒙山 超度法会 恭请海涛法师 慈悲主法 透过与会大众 齐心修法 不愿一切 如母友情 皆能共入 如来之海 累积福惠之粮 法会开始 大众恭敬合掌 两续排班 恭迎海涛法师 入场身座主法 之后法师们 手持净瓶 骗洒 清净甘露 结界洒进 整个坛场 香花银 香花倾 清脆的正名身中 奉请诸佛菩萨 联名友情 光临法会 同时也招请王魂 账成三宝力加持 能够文昭共赴法言 随着响亮的 香赞升起 大众发恭敬心 衣经持送 佛缩 余兰恒经 绵绵的泛音 回荡在法会现场 呈现一片万德庄严 海涛法师也借此姻缘 为众人慈悲害事 所以 目减年就是在七月十五 带她的老母 共用所有的出家人 所有的出家人 然后所有的出家人 知道这个意思 就为人来想说 来回向目减年的老母 那是其他五个岛的地道超多 所以她的老母 马上有两种说法 就是说 拖离恶鬼道一串的疲惑 一串的疲惑 那种恶鬼道的疲惑 有一种说法 倒胎马上做行 辛苦奉更 得了敲打 不过去年敲打自己的老母 只问他说 这种方法很好 我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 我敢不可以用这种方法 跟大众说 那实力无人说 应该应该 所以不管你 其实是祝国王 文武百官 出家出家 那我们都要为到 县世老母 有办法 得到福报 等受健康 我们是 翁姓老母 七世祖神 得到超多 来共用 真正的收行者 法会中 上供代表 手捧各具意义的 灯图 茶食 花火等 妙盛服药 一一来到佛前 上线十方诸佛 护法农天 而在会场外 摆设数百桌 丰盛的甘串美食 以及义工们 别具巧思布置的 庄严谈成 以迹象历代祖先 又原众生 以及一切受苦难的孤魂 同来法会中 共享殊胜的法言 夕阳西下 金环飘扬 法师带领大众 继续精进 持诵 阿弥陀经 其愿能以 佛力 加持 灭碎 宵夜 护法神 常护起身 不受一切 邪魔 万灵侵扰 而在蒙山台上 三师顶带 皮鲁宝怪 威夷庄严 首皆妙印 变化甘露 真修 朴师 寒陵幽明 无似孤魂 并以此 圣德 回向六道群陵 闲瞻一路 上身 极乐净土 点点 闪亮灯烛 汇聚温暖的 火光照片时间 上供圣贤 及十方众僧之威神 夏师三图 即六道 寒陵之沉沦 祈愿县世父母 寿命百年无病 历代祖先 离恶鬼苦 得生天人中 不乐不吉 生命电视台 云林采访报导 祝往生的老人 供养衣服 给自己亲近的长辈老人 对往生的老人 有帮助 红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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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阿